迎接母亲节华山基金会安排了志工到独居长辈家中来访试 并且献上祝福 有一位住在了高雄前京区的林奶奶 因为没有力气来整理家中堆积如山的杂物 那么经过了一场反应呢 在华山的志工协助下完成了清扫也恢复干净 也提前来祝福她母亲节快乐 低矮的木造砖瓦房就是林奶奶的妻生之所 因为子女都在外地 平时都是独自一人过日子 华山基金会志工访时发现 林奶奶的住处杂乱不堪 于是在母亲节前夕决定帮她来一场环境大清扫 华山志工协同多位高一大后一系的同学分工合作 帮助林奶奶整理衣物 清除家中杂物及垃圾 而趁着大雨后的空档赶紧搬到户外 期待给奶奶一个干净的居住空间 现在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做真的实际上的打扫 那我们都是没有我们都没有这些经验这样 所以大家都还蛮踊跃的来一起来参加 第一次来这边 然后也看到说原来有人住在这样很破旧的地方 然后所以会觉得这个活动蛮有意义的 义工的年纪包含我自己的年纪 我们都可以叫这些奶奶叫阿嬷 那其实他看到这么多人来无偿的来帮助他 其实奶奶今天从昨天晚上就已经很兴奋的 一直打电话问站长说 我明天要准备什么 我是不是应该要化妆还是怎么样 所以奶奶从昨天晚上就已经很兴奋 虽然说因为今天早上稍微有一点下了雨 但是我们的义工就是热情不减 我们还是一样就是风雨无阻的来帮助奶奶做环境打扫 林奶奶居住的地方夏冬霞在 过去也曾列为登革热警示区 区长特别前来关心 期待在华山之工的合作之下 帮助独居长辈整理家园 有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 他的环境里面我们也担心登革热的问题 所以提前安排这一场来做一个环境清旅 那大致而言全部把他的一些冰箱 还有屋内的一些造乱物全部都进空 把他的自尊也一并清除 来让他有友善的一个居住环境空间 看到志工及同学们忙里忙外协助他整理环境 你奶奶也很开心 打算把许多衣物捐出来给需要的人 尤其在母亲节前夕有这么多人的关心 让他格外的感动 感谢你们大家这么辛苦 下雨天也出来帮忙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好可爱 大家都好可爱 看到你们都几个孙子出来 很高兴 75岁的林奶奶 开朗的个性背后其实有一段家暴的阴影 如今独自一人居住 还好在华山之工伙伴通力合作之下 完成了家园整理 也陪伴他提前欢度了母亲节 林奶奶 母亲节快乐 大家快乐